这个人 英文叫做Spinwickleworth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译为史密斯威格斯威尔 他是一个英国人 在他服侍的一生里面呢 曾经叫死人复活23个 23个曾经被他死 叫他穷子里复活里面 就死了 被叫我 他的信心的影响了不永康 也影响了这个三瑞儿 还有其他很多的牧师包括影响我 但史密斯威尔其实多岁后 他每天坚持会坐样 10点钟起来 起床 吃圣餐 圣灵有一对一的交通 他从不看任何杂志 报纸而任何属实的电视节目 并且他不读经不祷告的时间 不超过半个小时 都每半个小时他就会读经祷告 他喜欢重复去读经一个小时 导告一个小时 随身携带小本的圣经 我要跟你讲 他其中有一次 他是这样 有一次 这个 威格斯威尔先生 去一个威尔斯的 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彩西的地方 然后 他要去为那个彩西的公徒来祷告 这个彩西的公徒 名字叫 拉法路 因为 他自业操劳过渡 他就乱犯了废来 就废埃 废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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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这样 就一定不起 坦定 过定六年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秘密会不会 向前去 为他祷告 可是 在没有去外祷告之前呢 很多人已经为他祷告了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在矿场 他不断向传福音 他认为上 上面没有医治他 因为 因此而伤心 施力而失智 就躺在传当中的脸 他会从上面没有医治他 好了 这个 斯密会不会就到他的家里面 就找七个人 跟他一起为拉法路来祷告 他们 就牵着拉法路的手 围着眼圈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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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他们就说 我们不要祷告了 祷告够了 我们奉耶稣的名 我们用耶稣的名 然后他们就 全力围在一起 然后归着 他们就归着 祷告 他们就归着 祷告之后呢 一直 归着 归着眼圈 一直喊着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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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字 喊耶稣的名字 喊了 许久 然后呢 突然间 上帝的能力 临到他们两种 一共有五次 神的能力 降临每当他们 喊着耶稣的名 躺在床上的人 仍然不动 第六次 神的能力直接 临到他们的身上 拉法路 就是那个病人 仍然不动 维克尔斯跟他说 神的能力就在这里 那就要看你记不记住 然后 那个人就 开口说 说 我的心充满苦涂 我知道 我让圣灵担忧了 我现在很无助 我举不起我的手 连拿汤匙的能力也没有 然后 Smitwin先生就跟他说 灰改 神必须你的祷告 于是那个人 便灰改喊出 神啊 让我成为你的荣耀法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 神的能力就充满他 维克尔斯跟其他的人一起 继续的喊着耶稣的名 他看到这个床都在战斗 连那个人啊 病人也在战斗 然后呢 维克尔斯就吩咐他 你现在可以下床了 走下楼下 这完全是神的作为 我不会扶你 然后拿撒路就坐起来 换上衣服 走下楼下 他没走一步 Smitwin和其他人 一直喊着 在称赞着耶稣的名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赞你耶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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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维克尔斯先生就跟他说 你去告诉别人 神在你身上做事 拿撒路走在街上 大声呼喊说 耶稣拯救我 耶稣拯救我 凡认识他的人 知道他已经抗床右脸的人 知道他被上帝一致 走在街上了 都纷纷来相信耶稣 信他耶稣